法国在亚太地区驻军 法国总统 中国正在亚太地区建立霸权 指挥法国亚太武装部队的 Juan Mathieu Ray海军少将说 法国在亚太地区 永久驻扎了7000米士兵 15艘军舰和38架飞机 从3月底到6月 法国又增加了 戴高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翡翠号核子动力攻击潜艇 几架飞机 包括四架飙风战斗机和 一架A330加油机 圣里征德号航空巡员舰 雷电号两栖攻击舰和 苏尔库夫号隐形复卫舰 这当然不是法国第一次在军事领域炫耀他的装备 早在2019年的时候 他的一艘复卫舰就穿越了台湾海峡 引起了与北京的一场外交事件 最重要的是马克龙总统将这一军事部署政策 执疑印度太平洋着心 并将中国视为目标 在2018年的一次澳大利亚自行中 法国马克龙总统说 中国正在一步一步的建立自己的霸权 如果我们不振作起来 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霸权 中国会减少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机会 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但美国在该地区的真正霸权 似乎对他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问题 法国喜欢称自己是一个印太大国 他现在变成了以美国为首的 印太着心中的一个大国 这种语意上的电话有重要意义 在2019年6月的一份官方报告中 美国不反驳对这一转据点表示欢迎 他将巴黎提升到一起军事盟友 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相同的地位 我们下期见